深夜圣思航苍白着脸来到孟家 孟阿姨您之前跟我说 婉姨姐姐从小到大一直暗恋我是真的吗 孟母不知道圣思航怎么会突然大半夜来说这个 但却立马兴奋起来一把握住她的手 当然是真的了 你不信的话我带你进她房间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孩子都二十七八了 追她的人一大堆偏偏一直不谈个男朋友 我还以为她对男孩子没兴趣 结果那天进了她房间才明白 她啊 一直想嫁的人是你 不过也是她是你姐姐的好闺蜜 从小就看着你长大的你又那么讨人喜欢 孟母一边说一边将她往房间里拉 圣思航却及时顿住了脚步 阿姨既然婉姨姐姐喜欢我那我愿意娶她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我立马打电话跟她说 不行我还是先跟你讨论一下婚礼日期 维言孟母瞬间惊喜地瞪大了双眼 着急忙慌的不知如何是好 连忙拿出日历就开始选日子 像是生怕手里的女婿跑掉了 圣思航扯出一抹笑孟阿姨就这天吧 十二月八号 听此孟母点开详情页面看了一眼笑得更欢 哎呀还真是个不错的日子呢 也离得近就在一个月后思航啊 你真会挑啊 圣思航笑了笑她其实也不会挑 只是因为那天刚好也是圣安然结婚的日子 孟母又和她说了好一块话 这才念念不舍送她出了别墅 下过一场雨的街道 行人三五成群慢悠悠地沿着江边散步 其中时不时有几个小孩从她面前跑来闹去 那群孩子或许是玩得太过投入 以至于其中一个小女孩不小心碰到了圣思航 撞得圣思航不禁往后踉跛了几步 这时另一个比小女孩大一点 的小男孩连忙紧张地跑了过来 对不起哥哥我妹妹她不小心撞到了你 我替她跟你道歉圣思航一愣随即摇了摇头 没关系你们继续去玩吧 两个小孩见她真的没有生气后 这才又继续打闹起来朝远处跑去 看着两兄妹欢快打闹的背影 圣思航年底恍惚了一瞬 曾经也有个人这么维护过她 六岁那年她父母因车祸双双离世 最后她被父母生前的好友带回了圣家 因为养父母忙于事业照顾她的任务 就落到了比她大七岁的姐姐圣安然身上 她会推迟会议连夜赶到学校给她撑腰 也会挽起袖子给她熬中药 还会在雷雨夜时捂住她的耳朵 给她讲睡前故事 与其说她是被养父母养大的 倒不如说是圣安然养大了她 而她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对她的感情变了质 渐渐喜欢上了她 因为姐弟的身份她不敢表露心意 只能偷偷在画室里临摹她的照片 整整一千张素描每一张画的角落都写上一句 圣安然我喜欢你 可三个月前的那个晚上 这个秘密被圣安然撞破了 那是她第一次见圣安然发火 她攥着那些纸骨结发白 青筋抱起而后一把把那些素描全扔她身上 纸张锋利的边缘划破了她的脸 也划破了她的心 泪水争先恐后从眼眶里跑出 模糊了她的视线 只剩下耳边女人的韵怒 圣思航我疼你这么多年 不是让你对我产生这种龌龊心思的 我是你姐还比你大七岁 你简直罔顾人伦 更何况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没过几天圣安然就带回了她的男朋友 她想过无数次她喜欢的人是什么样子 却唯独没想过那是她的大学室友江世青 刚入学时江世青就说自己是从贫困山区来的 家境贫寒于是大学四年圣思航对她多番照顾 还经常领着她来乘家吃饭 可尽管如此她或圣安然也只是点头之交 两人又怎么会突然变成男女朋友 她不肯相信还抱着一丝希望 不相信圣安然和江世青是真的在谈恋爱 以为他们是在演戏好让她放弃喜欢她 直到江世青一次次诬陷自己 而圣安然却一次次选择相信她 他们宣布结婚的这个晚上 圣安然甚至为了江世青第一次把她赶出家门 她面含怒气阴沉沉地站在玄关处 去外面罚站两个小时 再有下次你就不要回这个家了 明明当初是她摸着她的头说有 姐姐在的地方就永远都是她的家 可如今却又为了江世青彻底背弃了这个诺言 是啊 她要结婚了自然要有自己的家 而那个家里不会再有她 所以她也不愿再待在那了 圣思航遮掩住眼里的悲伤正要抬脚上阶梯时 一道带着寒意的声音从她头顶响起 让你罚站两小时你消失一晚上你跑去哪了 是不是以后都不打算再回来了 她脚步一顿没有抬头只是轻声道 是啊 不会再回来了圣安然一愣声音顿时沉了几分 你说什么 圣思航抬眸看着眼前的女人 与人的五官生得极好气质清冷而金贵 白色衬衫与黑色裙子一丝不苟 扣子眼紧地扣到最上方一看就是要出门 她垂下眼眸姐姐 你现在有空吗 我把爸妈也叫来了 我有事情想要跟你们说 圣安然身子微僵 她又叫回姐姐了 她沉默几秒看了眼再次亮起的手机 我现在要去接时清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说完也不再去看圣思航的表情转身离开 圣思航默默看着她的背影离去 直到彻底消失不见 才低头进了别墅 等她再次换好衣服下楼时 圣父圣母已经坐在了沙发上 思航啊 这么晚叫我们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圣思航端出一抹乖巧的笑意 挨着圣母坐了下来 爸妈今天叫你们过来 是想告诉你们 我决定和婉姨姐姐结婚了 圣父圣母相视一看 语气又带着些差异 婉姨你姐姐玩得最好的那个姐姐 圣思航点了点头 是她她喜欢我很久了 虽然不知道圣思航 是怎么突然就决定结婚的 但是作为养父母 他们也不好多问 好在孟家也是枝根枝底地娶了她 倒也没有差错 意料之中 帝圣家父母没有反对 圣母还笑意盈盈地握住圣思航的手 问她婚期确定好了没 她点点头 确定好了和姐姐是同一天 圣家父母立马点了点头 话里带着一丝满意 这样也好 我们家这回算是双喜临门了 那干脆场地也定在同一个吧 对了 你结婚这件事跟你姐说了没 她从小那么宠你 还不知道舍不舍地把你放出去哦 圣思航想起刚才圣安然 蛮不在意的样子 默默摇了摇头 还没有反正到时候后姐姐也会知道的 圣父圣母也没再说什么 叮嘱她早点休息后 就又趁着夜色离去 圣思航这才转身回到了自己房间 抱着那一千张 给圣安染化的素描来到了后院 她把画一张张放在火盆里 看着他们一点点被火苗吞噬 这时她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看着界面上梦婉依三个字 圣思航恍惚了一瞬 才按下接听键 女人的呼吸声透过话筒传到她耳畔 让她一瞬间以为她就在自己的身边 或许是听她久久没有说话 她温润的声音终于响起 她素来是近欲高冷的 可此刻嗓音里 竟带着几分压抑不住的其他情绪 思航我听母亲说你愿意娶我 我现在在国外没办法马上赶回来 但婚礼我会一手筹备婚礼主题婚服 婚戒这些你有什么喜欢的风格都可以告诉我 这场婚事是圣思航迫于无奈下的选择 如果她不选择结婚一声安然的性子 为了彻底断绝她的荒唐心思 不久后她肯定会给自己安排数不清的相亲 与其找个陌生人不如娶一个爱自己的人 而孟婉逸就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或许这场婚事一开始就目的不纯 她的语气里带了几分愧疚你安排就好 孟婉逸轻轻笑了笑那好 我请设计师去安排 你好好休息什么事都有姐姐在 听到姐姐这两个字圣思航失神了片刻 想起小时候孟婉逸总是拿糖给她 哄着让她喊姐姐 而每当这时候 圣安然总是会占有欲极强地拿走那些糖 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只能叫自己姐姐 若是叫别人姐姐前面必须得加上名字 偏偏孟婉逸切而不舍 她明明是一个对什么都不在意的人 却唯独对斗她这件事情有独钟 她那时候没有看出她的心意 而如今她也不是太确定 她想起孟母当时的话语气里带着一丝试探 婉逸姐姐圣阿姨说你从很早之前就喜欢我了 是吗孟婉逸并没有否认识 她探着火盆里燃灭的纸张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那边的女人就接着道 四行虽然我们的婚事定得很仓促 但是该有的我都会给你 结婚后我名下八十的股份会全部转赠给你 圣四行心中闪过一丝震惊刚要说些什么事 身后突兀地想起了一个女生什么结婚 看着朝她走过来的圣安然圣四行呼吸一致 随即挂断了电话没什么 刚在和朋友打电话 圣安然走到她面前刚要说些什么事 目光就被她面前的火盆所吸引 灰烬里还有几块为烧尽的碎片 她捡起一看正是她多年前为自己画的素描 她心脏瞬间露了一拍攥紧了手中的纸张 好好的怎么突然把这些话烧了 圣四行在手机上打字的手一顿随即淡淡开口 你不是说过这些话是剑部的光的吗 我就把他们都烧了 圣安然拿着碎片的手骤然一将 还想要说些什么事 圣四行早就绕过她走进了别墅 看着那瘦落的背影 她突然想起那天 她勒令她把和她有关的所有东西全都丢掉 说这些都是剑部的光的 可那时的圣四行却强忍着眼泪 固执到我为什么要丢 这些哪里是剑部的光的 我喜欢你有什么错 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只要你也喜欢我 我可以与全世界为敌 那个固执的男孩逐渐于眼前 毫不留恋的男孩重叠在一起 让他久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隔天清晨圣四行刚下楼 就看见江世青正坐在圣安然的旁边 用手在平板上滑来滑去 听见动向江世青连忙抬头看向她 眼里瞬间一满得意 四行快来帮我挑挑婚礼上要戴的项链 我眼睛都快挑花了 圣四行走了过去 刚坐下江世青就把平板塞到他手里 随后又搂着圣安然撒娇道 安然我的眼睛都看花了 还是不知道该选哪条 圣安然身子微僵片刻才回过神来 与其宠溺道还是没有满意 要不要我再喊一些设计师过来 下一秒江世青的目光 就落在了圣四行的身上 看着他眼里的事在必得 圣四行心里顿时起了一丝不祥预感 果然他就看见江世青故作为难地笑了笑 其实我倒是有喜欢的 只怕有些人舍不得割爱 圣安然轻笑一声话里满是不在意 是谁只要你喜欢我花多少钱 都会把他买来 听到这话江世青嘴角的笑容 终于彻底绽放 纤细的手指指了只剩四行的脖子 这条项链我倒是很喜欢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看去圣安然眼底的笑瞬间凝固 那条项链是他在圣四行 18岁时送给他的成人礼 送给他的时候 他满眼温柔 这是姐姐亲自设计监工的 送给我的宝贝全世界独一无二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准摘下来 他也一直将这句话贯彻得很好 从不离身 有次滑雪项链不小心掉了 他还冒着大雪在雪地里找了一夜 他深知这条项链对圣四行的重要性 还没开口圣四行的声音 先他一步响起 好啊 既然你喜欢的话 那就送给你做新婚礼物 圣四行根本不在意 毕竟他连最爱的圣安然都不要了 何必在意一条项链 说完他毫不犹豫地取下脖子 上的项链递给了对面的江世青 江世青惊喜的结果 而圣安然放在沙发上的手微微发产 眸中流露些许诧异 可还没等他开口 江世青的目光就落在了圣四行的锁骨上 正要道谢时 眼眸突然一闪指着他的锁骨道 四行你这锁骨上文的字母好眼熟啊 萨儿什么意思啊 圣四行脸色微变很快收回自己的手 就看见圣安然望着他 眸色深沉静默语气 却莫名松了几分 那天不是跟你说过 让你把这个纹身洗掉吗 你还没洗 圣四行扯了扯唇角 与其平静你放心 我已经约了人了 话音刚落 管家就把刚到的洗纹诗迎了进来 圣先生您好 请问什么时候开始洗纹身 洗纹诗朝他锯了一个宫 就现在吧 圣四行躺在一边的躺椅上 看着洗纹诗拿出一堆工具 开始给他洗纹身 痛意很快穿透了骨肉 像是要把那块皮肤整个连根拔起 他忍不住痛呼出声 却突然响起沙发上的两人 硬生生又把痛呼咽下了喉咙 血迹很快染红了棉布 一旁的江石青 害怕地捂着了眼睛 圣安然却没来得及安抚他 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躺椅上 脸色惨白的圣四行 下一秒就听见纹身师 突然好奇道 圣先生我记得您当初来纹身的时候 不是说这辈子都不会把他洗掉吗 圣四行努力扯出一抹笑容 故作轻松道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现在就是不喜欢了 想洗掉 圣安然眼底闪过一丝复杂情绪 终于忍不住开口 要是忍不了痛就别洗了 洗纹身也犹豫了起来 劝着圣四行 是啊您皮肤这么白 要是留下伤疤该多可惜啊 他眸光一闪 还是强忍着痛意笑道不继续 纹身洗掉后 圣四行便一个人上了楼 也没去看身后两个人的表情 这些天他尽量避免着 和圣安然的接触 将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婚室中 每天都忙着挑婚服 挑选婚介首饰 将他的身影 坐在沙发上的圣安然 正在接听着谁的来电 安然我半个月后要办婚礼了 听见孟晚宜的声音 圣四行换鞋的动作瞬间停滞 抬眸看了眼圣安然的侧影 圣安然眼底略过一丝惊讶 低笑了一声 谁那么有本事能让你动心 新郎是哪家大少爷 很快孟晚宜含着笑语的声音传了过来 到时你就知道了 记得多喝几杯 他心里这才松了口气 继续换自己的鞋 听见响声的圣安然回眸看了眼他 顿了一会 话里带着一丝遗憾 那天我来不了 我也要结婚了 婚期也正好是那天 这么巧 是啊 虽然去不了 但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等会我派人送一只玉琢过去 作为你们的新婚礼物 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 后面的话圣四行也没再听下去 他拿起一旁的手机就要往外走时 圣安然电话也已经挂断 突然开口叫住了他 他抬手看了眼自己的手表 最近这几天 圣四行总是这个点出去 晚上十点才回家 想到这里 他话里带了一丝 自己都没有察觉的不愿 怎么又要出去 你这几天到底是在忙什么 圣四行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敲了敲 忙什么 他自然是在忙自己婚礼的事情 他随口敷衍了过去 就直接出了门 孟家别墅 圣四行看着镜子中 穿着西服的自己呼吸一致 镜子里他的面容精致 几缕碎发巧妙的垂落 重工手艺的白金色西装 将他的宽肩窄腰身材完美展现出来 惹得旁人惊艳不已 孟母更是拍了好几张照片说要给孟婉姨看看 她悄然红了脸就回市衣间换衣服 而这时门铃敲响 管家抱着一个精致的礼盒走了进来 妇人 这是圣小姐为祝贺小姐结婚提前送来的新婚礼物 孟母打开一看 是个通体晶莹剔透的玉琢 一眼便知价值不菲 果真是用心了 刚好换完衣服的圣四行走了过来 孟母连忙笑着朝她招了招手 四行快来 这是你姐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 你说你姐也真是 直接给你不就好了 还要这么一圈送过来 圣四行这才想起今天早上圣安然说的那番话 还没等她拒绝 孟母就把镯子套到了她的手腕上 晚上十点 圣四行刚推开别墅的大门就看见里面灯火通明 她一眼就看见江世青穿着真丝睡衣坐在沙发上 而一旁的圣安然正在包橘子 橘子上的白丝被仔细剔除 才被圣安然送进江世青的嘴里 江世青不小心嘴唇碰到了她修长的手指 她动作一顿 而她默然红了耳根 圣四行平静地收回自己的目光 弯腰换血 轻微的碰撞声让沙发上的两人回过神来 圣安然随意拿着手帕擦了擦自己的手指 才起身朝要上楼的圣四行走去 时清家里这些天要装修 就来家住几天 圣四行随意点点头 就要脱下自己的外套 她平静的反应让她低沉的声音里 似乎透着阴影的不悦 还有 收起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 可话没说完 她目光一致 下一刻 圣四行的手腕就被她猛地拽住 眼里渐渐酝酿出一场风暴 语气颤抖的几欲疯狂 这个镯子怎么会在你手上 顺着圣安然的目光看去 圣四行这才看到自己手上望摘下的镯子 她面色一正 皱了皱眉 什么镯子 这是我一个朋友送的 可以先松开手吗 我疼 文言 圣安然才骤然回过神 她明白自己弄错了 终于冷静下来 许久才沉着声音问 哪个朋友送你的 圣四行不解地看着她 她问这么清楚做什么 一个女性朋友送的 听到女性朋友几个字 圣安然垂在身侧的手紧了紧 刚要继续追问时 江石青就走了过来 她像是宣誓主权一般挽住圣安然的手 话里虽然歉意满满 却没有半分真诚 不好意思啊 四行 我以为你今天不回来 所以只准备了和安然的烛光晚餐 你不会介意吧 圣四行看了她一眼 与其平静 没事 我已经用过晚餐了 说完后 她就上了楼 昏暗的闭灯下 圣四行将手桌摘下 随手放进抽屉里 镯子的余温还残留在手腕上 她随即摸了摸旁边的水杯 却发现里面空空荡荡 她起身拿着杯子就要出门 可在开门的瞬间 与刚换完衣服的江石青撞得正着 眼看如今只有他们两个人在 江石青那张笑意盈盈的脸 瞬间变成了挑衅与不屑 她摸了摸自己针丝睡衣 下巴微微抬起 四行 我这件衣服好看吗 圣四行随意看了眼江石青的衣服 平静地收回自己的目光 她是在心痛 嘴角越发上扬 带着自得和炫耀 这可是你姐姐亲自给我挑选的 她说啊 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今晚就会在床上和我 像是想到什么 江石青突然捂了一下嘴 脸颊染上飞色的红玉 哎呀 我忘了 你还没有谈播恋爱呢 怎么能跟你说这些呢 圣四行还是那副平静的模样 刚要开口 就见江石青抬起自己手腕 露出上面的一串佛珠 说起来我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可怜我经常带我到圣家来玩 我怎么可能认识你姐姐这么优秀又深情的人呢 你看 当年我就羡慕你姐姐为了给你祈求平安 三步一扣跪到池月寺山顶为你求来开光佛珠 如今啊 她也为我求来了 看着那枚佛珠 圣四行内心狠狠一颤 无数的情感交织着朝她扑来 她仿佛看见了当年 她发烧三天三夜不醒 那个女人三步一扣朝着山顶的寺庙跪去 最后虔诚地将求来的佛珠带在她的手外上 愿神佛护佑 我的男孩岁岁平安 画面一转 她又好像看见圣安然又将另一串求来的佛珠 挂在了江世青的手腕上 对江世青说着同样的话语 她吸了一口气 连忙抽出自己的思绪 却看见江世青还要跟她炫耀什么 她也没了要下楼去接水的心情 直接当着江世青的面关上了房间门 深夜 辗转了半想的圣四行终于迷迷糊糊地要睡过去时 忽然感觉房门转动啊 她揉了揉眼睛 刚要起身 却看见一个纤细的身影朝她走来 而后将她直接扑倒在床上 随后便是铺天盖地地稳落了下来 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血松气息 她几乎是一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 整个人如遭雷击 圣安然 你干什么 无解 太亲密了 她几乎整个灵魂都在颤抖 就在她要更进一步的时候 猛然间 她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把推开了她 咚的一声 醉醺醺的女人被她推倒在地 她深吸了几口气 才稳住自己慌乱的情绪 这才打电话叫来庸人 把圣安然搀扶了出去 圣思航连忙反锁了房门躺回床上 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睡不着 圣安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怎么会突然跑到她的房间吻她 是喝醉了 把她认成僵尸清了 整整一夜 她都难以入眠 第二天清晨 圣思航收拾了许久 这才下了楼 刚一到厨房 就看见圣安然将菜肴盛到盘子里 顺手拿起筷子 给一旁的僵尸清加了一块 僵尸清甜甜一笑 背宠的眼尾都眯了起来 扑进女人的怀里在她嘴角落下一吻 歪着头看她 安然 你每天公司这么忙 怎么还会做饭啊 圣思航搭在扶梯上的手微微收紧 还记得那时候她刚来圣家 保姆因为她是外人而格外的不上心 给她吃的也是圣菜冷羹 直到那天圣安然取文件突然回家 才看到这一切 当天保姆就被她赶走 此后她就全程来照顾她 学着给她做饭 最后甚至连胃痛生病这种常识 也是她教给自己的 那时她总会笑着 把她做的饭菜全部吃完 然后笑眯眯地夸姐姐做的饭真好吃 而她总是宠溺地摸摸她的头说 既然好吃 那她以后只给她一个人做 可如今她却听到她跟另一个男人说 以后只给你做饭好不好 江世青笑得更开心了 又亲了圣安然几下 才和她一起转身往餐桌这边走 两人这才看见站在楼梯口的圣思航 圣安然看样子并不记得昨晚的事情了 只扫了她一眼便冷淡地挪开目光 倒是江世青热情地迎了上来 思航 我还以为你不下来吃早餐呢 所以只让安然做了两份 你不会生气吧 圣思航没有陪她演戏的打算 看都没有看她 直接绕过他们进了厨房 因为很久没有自己做过饭 等她做好勉强能入口的早餐出来时 饭桌上的两人已经吃完了早餐 她垂下眼眸安静地坐在一旁 默默地吃着盘子里的早餐 却听见对面传来一声惊呼 天了 思航 你手上怎么切了这么多道口子啊 因为厨艺生疏 她白皙的手上赫然躺着好几道伤口 看起来是那么的刺眼 她不想理会姜世青 所以没有接话 反倒是对面正在看手机资料的圣安染顿了顿 抬眸看了一眼她的伤口 眼底一颤 又若无其事地问旁边的姜世青 马上到你生日了 生日会场已经安排好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 姜世青搂着她的肩膀 欣喜道 真的吗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很快餐桌上只剩下圣思航一个人 她连头都没抬 默默地吃完了盘子里的早餐 姜世青的生日宴会被圣安染办得格外隆重 语言豪至千金 不仅包下了整座临江酒店 更是邀请了商界一众大佬和娱乐圈一众巨星 来为姜世青祝贺 而整个大厅全都被钻石和鲜花锁装饰 而在舞台一边 还有一个转门为姜世青定制的高达三米的城堡蛋糕 盛思航站在角落静静地看着着奢华的一幕 姜世青的生日宴会比她过往的所有生日宴都要奢侈 看样子盛安染真的爱惨了姜世青 真奇怪 或许是已经决定要放下了 此刻她竟再也感受不到一点心痛啊 漫天烟花绽放 这场宴会也迎来了重头戏 盛安染当着众人的面单膝下跪 送出了自己的礼物 一枚价值上意的粉钻真爱之心 瞬间整个回厅沸腾了起来 这枚粉钻刚出来的时候 就被一位神秘大佬以天价拍下 惹得众人好奇不已 直到今天他们才知道 这枚粉钻的主人原来是盛安染 而目的就是为了宏卫婚夫欢欣 盛思航身边的女孩 羡慕摇晃着旁边的朋友 满是艳羡 啊 真的好羡慕江世青 有这么一个宠爱她的未婚妻啊 价值上意的粉钻说送就送 要是我也有这么好的未婚妻就好了 剩余的话她也没听下去 宴会接近尾声 盛思航刚要走时 就被江世青拦住了去路 江世青笑意盈盈地摸着自己手上的粉钻 慢悠悠地开了口 思航 虽然安染现在很爱我 但我还是想试探一下 她到底有多爱我 盛思航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见江世青朝她一笑 那笑如同音速一般让她不禁寒颤 下一秒江世青整个人 倒进了整个三层高的蛋糕里 还没等盛思航反应过来 一道力气猛地将她推开 盛安染一把扶起江世青 心疼地给她擦拭着她身上的奶油 江世青虚弱地抓住她的衣袖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哽咽道 安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想给思航看看我的粉钻 她就生气地把我推进了蛋糕里 盛思航浑身打了个寒颤 正准备开口 就撞上盛安染冰冷的毛子里 那眼神如同冬日的寒风 让人不寒而栗 盛思航 是不是我把你宠得无法无天 让你彻底忘记自己身份了 我早说过 石青是你姐夫 以后就是盛家的男主人 你要尊敬她 不准再任性 现在 立马为你刚刚犯下的错给她道歉 这不是第一次她不信自己了 最开始她还会替自己辩解 心里也会难受 因为她从前跟自己说过 只要她说一句不是 她就无条件地选择相信自己 可后来 无论她说多少次不是 她也只会站在江世青那边 如今她的心早也麻木 只是指了指一旁的摄像头 这里有监控 你可以回看一下事情的真相 盛安染刚要开口 怀里的江世青身体一僵 突然晕了过去 盛安染来不及再询问 连忙抱起怀里的人匆匆赶了出去 再也不看她一眼 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宾客都散完了 盛思航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 静静地看着外面的如之与木 模糊了视线 雨下了一夜 她便在大厅内坐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早上雨停了 她才终于回到了盛家 可在推开房间门的那一刻 她便僵在了原地 整个房间凌乱不堪 像是有小偷进来过一样 最重要的是 母亲留给她的遗物不见了 盛思航连忙四处找了起来 可她翻遍了整个房间都没有找到 她急得正要报警时 身后突然传来江世青的声音 你是在找你的玉佩吗 像是听到了什么关键词 盛思航猛地站起身冲过去 一把抓住她的手 是你拿走的 江世青一脸嫌弃地推开她 眼底笑得更盛 是我拿得又怎样 我想来你房间翻件衣服的 结果正好看到那枚玉佩 觉得好玩就扔给了一条黄狗 哦 那狗还没跑远呢 你现在去还来得及 轰的一声 愤怒的火焰在盛思航血管中燃烧 她却也顾不得找僵世青麻烦 飞快地跑了出去 天上不知何时又下起了雨 大雨狠狠地砸在身上 脸上 痛得她睁不开眼睛 可她根本顾不得这些 四处寻找着 那条黄狗的踪迹 漫天大雨里 只有她一个人 直到一个黄色的踪影 从她面前闪过 她面上一喜就要冲过去 刺耳的刹车声就在她面前响起 愤怒的司机探出头来怒骂她 你找死啊 盛思航脸色一白 连连道歉避让了车辆 等她再回神时 那条狗已经不见了踪迹 一股寒意从心中生起 那是她母亲留给她的唯一遗物 要是真的没了 她便连唯一一点念想都没了 想到这里 她咬咬唇 继续沿着河边寻找 终于看到那条黄狗 她一股作气地扑了上去 要从黄狗口中夺回玉佩 结果黄狗被她这么一下 汪汪狂吠 争执中竟然把她拖进了河里 等她终于被经过的好心人拉起来时 手中的玉佩早已四分五裂 盛思航只觉整个世界天昏地暗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一开门看见江世青 鸡仔已久的怒气 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她红了眼上面 朝着她的脸狠狠一巴掌扇了过去 啊 江世青捂住自己的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盛思航胸腔里的怒火几乎冲破胸膛 身体不停地在颤抖 江世青 你到底想干什么 江世青一愣 又看向她手里四分五裂的玉佩 原本的怒气瞬间消散 她笑了笑 干什么 不干什么 就是想毁荡你的一切而已 盛思航血气瞬间上涌 她还要说些什么时 就看见眼前的江世青眼眶突然一红 捂住自己的脸 下一秒 盛安然大步走了过来 看着她红肿的脸 语言的脸色瞬间变得寒冷 谁打的 像是找到了自己的依靠 江世青眼圈泛红 精英的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 顺着脸颊滚落 安然 你别怪思航 毕竟是我不小心摔坏了思航母亲留下的玉佩 盛思航 她看着眼前的盛思航 原本想要说的话瞬间卡在了喉间 她很少见盛思航哭 最近的一次哭 还是半年前她撞破了她的秘密时 如今她双眸因为过度的怒气而变得通红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盛安然垂在身边的手紧了紧 最后还是选择握住了江世青的手 我知道这块玉佩对你很重要 但世青不是故意的 我明天找人给你雕刻个一模一样的 很多事都可以解决 你没必要打人 轻聊淡写的几句话 她就想把这件事结果 原本的怒火在这一刻全部化成了委屈 泪水也一滴接着一滴流了下来 模糊了她的视线 她知道盛安然很爱江世青 可她没有想到她为了江世青居然会做到如此地步 她明明知道 这块玉佩比她命更重要 她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却还是固执道 我不需要新的 就只想要这一块 可盛安然却直接递给了她一张卡 那你自己去联系修复师吧 那张卡就这样递到了她的面前 此刻的他们不再是姐弟 也不再是家人 也不再是最亲密的人 而成了最陌生的两个人 就好像她的未婚妻因为玩笑 摔坏了路人最珍重的宝物 而她随意拿出一张卡 丢在路人的面前说赔给你 不用找了 而她现在就是那个可怜的路人 圣思航突然笑了 可笑的却是那么凄惨 她颤颤巍巍的伸出手 接过了那张卡 再不看他们一眼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上楼 这天过后 圣思航生了一场大病 烧了两天一夜后 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出本子 写下了长长的账单 全是这些年 圣家还有圣安染在她身上的花响 她算了算总额 发现自己还差几万块 于是她又把圣安染这些年 送给她的礼物低价挂在了网上 因为是低价出售 所以她挂上去的礼物 很快被人抢空 傍晚 圣思航拿着银行卡下楼 刚准备去找圣安染的时候 就看见她大步朝自己走来 怀里还抱着几样礼物 正是自己今天挂在网上 低价出售的那些 圣安染将礼物放在她的桌前 她眼皮清纤 但灰色铜人里凝结了两片冰花 我们家还用不着你低价出售这些东西 来维持生计 你要是缺钱了 就直接跟我说 圣思航看了那些礼物一眼 随后将手里的账单 及银行卡放到了桌上 不是维持生计 只是想把这些年 你在我身上花的钱 全部还给你 嗨 她沉默了一瞬 低沉的嗓音中压抑着怒气 就因为上次那点小事 你就要闹脾气到现在 我说过 石青是我未婚夫 没几天就要进这个家 你对姐夫 就不能保持最基本的尊重吗 听着圣安染的话 她就知道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她不是闹脾气 她是 彻底要和她划清界限了 不过她也不想再做解释 她将银行卡放下 直接转身离去 自那天起 两人陷入一种僵持的状态 圣安染在准备着她的婚礼 而圣思航也在准备着她的婚礼 就在婚礼只剩下不到七天的时候 这天圣思航接到了大学班长的电话 说是下周要在邮轮上 举办一场同学聚会 一开始圣思航并不想去 直到听到班长说顾老师也会去 顾老师是她的老师 但同时也是孟婉姨那一届的老师 大学她便对她颇有照顾 便想着顺便给恩师 送一份他们的结婚请柬 聚会当天 邮轮上人来人往 圣思航和同学聊了几句 就准备下楼去包间里找顾老师 刚走下楼 入口就传来一阵惊呼 她抬眸一看 就看见江世青挽着圣安染的手臂 缓缓走了进来 今天的江世青一看就是精心打扮过 她身着一件流光一彩的西装 上面纹着重工花纹 镶嵌着璀璨的珠宝 闪耀着令人目眩的光芒 更耀眼的是 她手上还带着上次圣安染送她的粉钻 一大群曾经最识彼她的同学 如今众星捧月地将江世青围在其中 艳线夸赞个不停 世青 你的戒指好漂亮啊 听说这枚粉钻价值上瘾 还有这件礼服也是独家定制的 圣总可真爱你 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今天这邮轮也是圣总为世青买下的 是因为世青说 想同学聚会老在陆地上办没意思 想去海边吹吹海风 远处圣思航收回自己的目光朝包厢走去 却没来得及看见圣安染 看向她背影意味深长的眼神 包厢里 圣思航将情帖递给了顾老师 老师 下周我就要和婉姨姐姐结婚了 你有空的话可以来管理 顾老师边欣喜地接过 边拉着她的手说 婉姨那孩子也算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 这孩子稳重妥贴 细心周到 你和她结婚一定会幸福的 结婚 谁结婚啊 突然出现在门口的江世青 一脸诧异地看过来 圣思航抬眸看她 她没有开口 扫都没扫她一眼 又和顾老师寒暄几句才离开 可刚出去就被江世青拦住了去路 圣思航 等我和你姐姐婚了 我就是你姐夫了 我还去个伴郎 你要是求我 我心情好就赏给你了 圣思航淡淡地拒绝了 不用了 说完就越过她离开 却在走上甲板的时候 被一道重力猛地朝后一推 要看整个人就要掉落海底 她连忙下意识地回身 抓住了江世青 没来得及收回的手 两个人齐齐跌入海中 惊呼声乍起 飞快赶来的圣安然脱下西装外套 想都没想就跟着跳下了海 冰冷的海水倒灌入圣思航的鼻腔 辛辣的刺激感在她喉间蔓延 她用力地挣扎想要往上游 却被一个接一个的猛浪打得头晕目眩 迷糊中 她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跳入海中 朝离她不远的江世青游去 一把抱住她头也不回的朝旧生船游去 看着那渐行渐远的小船 她猛地呛出一口水 随后被一个巨浪彻底吞噬 圣思航眼前一黑 彻底昏了过去 医院 醒来的圣思航躺在病床上 看着手机里江世青给她发的各种 肾安染在病床前照顾的照片 而自己醒来到现在 除了换药的护士 出入她病房的再无他人 她闭上眼睛平静的暗面手机 忽然手机接连震动了起来 她打开一看 才发现竟是孟晚宜的信息 足足一连几十条 思航 我回国了 听说你落海了 在哪个医院 我马上过来看你 抱歉 原谅我 是我没保护好你 以后有我在身边 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看到这些短信 圣思航不是不讶异的 之前孟晚宜说 她最早也要到婚礼前夕 才会赶回来 如今却提前回国了 还要来看她 许事看她没回 下一秒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孟晚宜打电话来了 她清了一下嗓子 才接起了电话 晚宜姐 你 怎么就回来了 因为想早点见到你 所以我提前处理完了工作 你在哪个医院 我马上过来 听到女人语气中 毫不掩饰的担忧与焦急 圣思航心头一暖 连忙到晚宜姐 不用了 我今天就出院了 你刚下飞机好好回去休息 话说到一半 她突然磕磕巴巴起来 而且而且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婚前新郎新娘最好不要见面 这样 婚后才能幸福美满 文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才低声叹了一口气 可是思航 我很担心你 这是孟晚宜第一次叫她小明 她莫名愣了一下 又红了脸 她扯出一抹笑 婚姨姐 没关系的 我相信娶了你之后 以后的每一天都会是晴天 孟晚宜喊了一声 郑重承诺 思航 婚姨姐姐会用这一生保护你 让你开心 在我这里 你可以永远做小孩 圣思航争了一下 默默红了眼眶 好 冬天过去 春天就该来了 接下来住院的几天 圣思航并不孤单 因为孟晚宜每天都会打电话和她聊天 还安排了各种护工照顾她 保镖守着她 住院那天都快到圣家了 她才笑着挂断她的电话 刚要进门 一道声音就从头顶响起 你刚刚在和谁打电话 圣思航抬眸 正看见圣安然站在门口 眸色阴沉地看着她 她收回目光 平静道 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笑那么开心 回家了都舍不得挂断 听出她语气里的怒意 圣思航的神色却十分平静 姐姐找我就只是为了问这些吗 为言圣安然强行压制住心脏深处 快要迸发的情绪 把手里的礼物递到她面前 上次落海我先救世青 是因为她有深海恐惧症 这几天也是因为她受了惊吓 我才没来看你 圣安然后续的话 在看到她毫无波澜的眼神时 戛然而止 圣思航并没有接过礼物 也淡淡地打断了她 谢谢姐姐的心意 不过你没有必要向我道歉 一个是未来的丈夫 一个是弟弟 你先救她 再正常不过 说完她擦着她的肩膀 就走进了别墅 再不看她一眼 婚礼前夜 圣思航坐在房间里 把手机里这些年 和圣安然的合照 一张张删除 这些照片里 最早的那张 是她第一天来圣家时 她主动拉着自己拍的合照 那时她的眼神里满是害怕 而她的眼里全是温柔 最后一张照片 是她心意被她发现的 前一天拍的 那时她的眼神里 全是遮挡不住的爱意 而她眼里全是对她的闯溺 如今 两个人只剩下梳理 5200张照片 记录了她和她的大半青春 还有她对她七年的喜欢 最后这些照片 被她一键删除 再也不见 房门突然被敲响 她打开门一看 就看着圣安然站在她面前 她对圣安然在婚礼前夜 来找自己这件事 有一次诧异 但她没有探寻的欲望 孤儿语气里满是平静 有什么事吗 这语气让圣安然的心 骤然缩紧 从什么时候起 她对她如此疏离了 她强压下心脏处的痛意 低声道 没什么 只是想看看你睡了没 圣思航神色淡淡 正要睡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关门了 思航 我 很多话都冲到了圣安然嘴边 她终于再也忍不住脱口而出 什么 看到她那张脸 她垂在身子的手攥紧又松开 过了许久 心头的造诣被强行压住 面容再次恢复冷淡 那些话语也消散在嘴角 没什么 早点休息 圣思航愣了一声 关了门 她没有立马休息 而是在房间里收拾了许久 然后抱着一个箱子来到圣安然门口 将箱子放在了她的门口 一日 换好婚纱的圣安然 一出门就看到自己房门前的大箱子 箱子上方熟悉的字迹 提醒着送来箱子的人是谁 原本要下楼的人 又转身敲响了圣思航的房间门 思航 那些礼物是什么意思 里面沉默了一瞬 才响起男孩的声音 是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她还要说些什么时 楼下就传来圣母催促的声音 她应了一声 又接着问圣思航 她的一点 不用 你们先过去 我还有事 一会儿直接去婚礼 圣安然知道她还在生自己的气 故而没有强求 可她站在门口的脚步却没有动作 心脏也莫名加快了几下 总觉得这么一走 她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她再次抬起手 失控地敲着圣思航的房门 思航 开门 我有话 剩下的话却被赶上来催促的圣母所打断 安然 你还在这干什么呢 快点走 别问了及时 有什么话等会再和你弟弟说 反正会在婚礼现场见到的 是 等会在婚礼现场会见到的 她心安了几分 跟着圣母下了楼 而就在她离开的那一刻 圣思航才终于穿着西装 打开了房门 婚车一辆接着一辆朝市中心上开去 当最后一辆婚车离开圣家别墅时 另一对婚车也缓缓使入了别墅 思航 我来接你了 孟晚宜温柔的声音在耳畔萦绕 圣思航含着笑意愣了一声 而后挂断电话 穿着高定西服一步步下楼 她最后看了一眼 这个生活了多年的地方 才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牵上了等候在外的孟晚宜的手 两对婚车就这样朝不同方向 同一目的地 缓缓使去 今天对于圣家来说 是个双喜临门的大好日子 繁华热闹的宴会大厅里 灯火辉煌 工筹交错 酒香从碰撞的玻璃杯里一出 飘散在喧哗的人群之间 圣安然把新郎送进休息室后 就出来找圣父圣母 还有圣思航 可等她从楼上找到楼下都没看见三人的影子 她心里不是慌张 而是不安 很多不对劲的地方一一浮现在了她的脑海里 她想起婚礼前夜客厅里摆放的两份彩礼 想起圣思航门上的喜字 还有昨晚她敲开圣思航房间门 那一闪而过的白色西装 以及到现在都没有拨通的圣思航的电话 她的心被恐慌所淹没 圣安然连忙叫来管家问他们三人去了哪里 但管家一脸不解地看着她 小姐 难道少爷他们没有告诉您吗 今天也是少爷的婚礼 夫人和老爷去参加少爷的婚礼了 就在这座酒店 他们说看完仪式后就立马过来 如同一道晴天霹雳 震得她眼前一黑 她一把抓住管家的领子 沉着脸道 是谁结婚 少 少爷 下一刻 她松开管家 头也不回地就要往大厅外走去 可思怡却突然跑过来拦住她 小心翼翼地开口 圣 圣总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您这是要去哪 圣安然一把推开她就往门外冲去 婚礼取消 另一座大厅的门外 圣思行紧张地不停整理着自己的衣服 最开始她对这场婚礼并不是很期待 只把她当成了一个任务 可真到了这一刻时 她比谁都要紧张 终于思议的声音从里面响起 有请新娘入场 大门缓缓在她面前展开 奢华的婚礼现场映入她的眼帘 可她一眼就看到了花囊镜头的孟婉影 心里的紧张 在看到她的那一刻全然消散不见 变成了期待 在悠扬的婚礼钢琴曲中 朝着孟婉姨的方向就要走进去 圣思行 熟悉的女生在背后突然响起 她牵着孟婉姨的手一顿 却还是缓缓地走了进去 大门再次在圣安然的面前轰然关上 她却像是僵在了原地 死死地盯住眼前的大门 她怎么敢 怎么敢和别人结婚呢 圣安然心里的慌张 在这一刻全都变成了愤怒 她努力压抑着内心翻滚的情绪 大步上前就要推开大门 保安连忙冲上前来拦住她 小姐 没有请帖您不能进去 滚 里面的人是我弟弟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两个保镖对视了一眼 话还没说完 圣安然就要往里面闯 一道哭声从她身后响起 安然 她一回头就看见江世青 颤颤巍巍的站在不远处 眼眶微红 你这是做什么 今天是我们的婚礼啊 提起婚礼两个字 圣安然眼里的略过一丝不耐 她烦躁地扯了扯裙子 江世青 我们的交易到此为止 婚礼取消 你也该走了 江世青脸色一白 抓着衣服的手猛然攥紧 指甲狠狠嵌入掌心 交易 又是交易 能从贫困山区踩着无数人爬到金圈 成为圣安然的未婚夫 江世青并不简单 从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圣安然时 她就定下了终身目标 她要去圣安然 成为圣总的丈夫 为此她精心设计 一步步接近圣思行 一步步讨好圣思行 最后进入圣家 也因此发现圣思行喜欢圣安然的秘密 她深知在豪门世家里 这种喜欢无疑是乱伦 但恰好给了她一个接近圣安然的机会 不过是偶尔在她面前提上几句 她就撞破圣思行的秘密 她气愤不已 又不知拿圣思行如何是好 毕竟那是她养了这么多年的亲人 于是她强压住内心的激动 与她做了的交易 她与她假扮恩爱的情侣 她给自己一笔钱 那时的她只穿着一身 洗得发白的衣服 双眼可怜地站在她面前 与人着急摆脱自己名义上的弟弟 也没有多想 就与她签订协议 可她的心也在演戏中越来越贪 一步步试探着她的底线 忠于她丈夫的位置唾手可得 可偏偏盛思行选择和他们同一天结婚 她的计划也彻底被打乱 江世青掩盖下眼中一闪而过的横利 故作委屈地走上前 抬眸的瞬间眼泪划过脸庞 可是 我们的勤俭都已经发出去了 你让他们怎么看我 不管是不是演戏 但没有一个男人 愿意在自己最重要的时刻里 让新娘逃婚 圣安然也才意识到这点 语气淡了几分 这件事我自会处理 你先走吧 说完 她不再看江世青一眼 推开了大门 此时圣思行的婚礼 进行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思议在问她愿不愿意 娶眼前的女人 她抬眸看着眼前的孟婉依 她正眼底含笑地看着自己 那眼睛里除了她的倒影外 再没有其他的人 圣思行紧紧抓住上衣的手 慢慢地松开 一声我愿意从她嘴角一出 轻声却又坚定 孟婉依眼底的笑意更浓郁 她踮起脚跟 要朝男孩的脸吻下去湿 砰的一声巨响 大门突然被人打开 圣思行 圣安然阴沉着脸 就要走过来拉她的手 可孟婉依先一步 挡在她面前 声音带着一丝不悦 圣安然 今天是我的婚礼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圣安然这才知道 和圣思行结婚的对象 是自己最要好的闺蜜 被背叛的感觉 一满心头 一个是她养了16年的男孩 一个是她认识了 20多年的闺蜜 他们就这样背着她结了婚 她下意识 朝眼前的女人揍了过去 孟婉依 尖叫声四起 两人就这样打了起来 现场一片混乱 够了 别打了 圣思行提着裙摆 就要过去拉开两人 也正是因为她的这一声力合 圣安然正要挥过去的拳头一停 下一秒 她就被孟婉依掀翻在地 砰 原本好好的婚礼 被圣安然这么一闹仓促结束 送走最后一名宾客后 圣思行终于忍不住 一巴掌扇到了圣安然脸上 闹够了吗 姐姐 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让她被打得侧过了脸 她愣了许久 才缓缓伸出指腹 抹去嘴角一出的鲜血 孟婉依连忙挡在她面前 生怕圣安然 在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 圣安然冷笑一声 看着被好友挡在身后的男孩 眼神晦暗不明 你要和她结婚 圣思行抓着孟婉依的衣角 同样冷眼看着她 这不就是你一直所想的吗 姐姐 把我推开 为姜世青一次次伤害我 逼着我去相亲 不就是想让我离开你吗 现在我如你所愿 你不应该感到开心吗 姐姐 够了 别再叫我姐姐 曾经听习惯了的称呼 如今在圣安然听来 是那么刺耳 她看着眼前的男孩 从前那个会抱着她 委屈大哭的小男孩 如今变得帅气清秀 穿着一袭白色西装 牵着旁边孟婉依的手 她的心猛个一疼 手捏成拳头 努力压抑着心里的异样 现在 把你的衣服换了 跟我回去 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孟婉依眼神一冷 圣安然 忘了告诉你 我和思航已经领证了 她现在是我家的人了 领证 圣安然下意识就要来抓她的手 那就去离 话还没有说完 赶来的圣母狠狠一巴掌拍了过去 圣安然 你给我发什么疯 而圣母身后 一袭白衣的江世青哭得红了眼 听着江世青的哭声 圣母眼底怒气更盛 你逃了自己的婚礼不说 还想来回你弟弟的婚礼 你有病是不是 看着眼前再次混乱起来的场面 圣安然想要说些什么事 接着赶来的胜负就打断她的话 都给我回家 还嫌不够丢人吗 车上 圣思航看着窗外的街景 眉头一直没有舒展开来 一旁的孟婉依握住她的手 轻轻揉了几下 她这才是回过神来看着她 今天的事 让你看笑话了 我结婚的这件事 我一开始也没告诉她 原因你也知道 我预判过她很多种反应 我天真的以为她不喜欢我 所以不会怎么样 可她今天差点毁了我的婚礼 这不怪你 孟婉依心疼地抱住她 亲了亲她的额头 在孟婉依接她出院的那个夜晚 她就把自己 或胜安然的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毕竟孟婉依是她要相处一生的妻子 她有知道这个事情的必要 更何况 如果她真的因为这件事 而产生隔阂 他们也能提前终止婚礼 及时止损 可当时的她 除了对自己的心疼外 再无其他 她说喜欢一个人没有错 更何况她的喜欢 还没有说出口 也没有说出口 就被胜安然扼杀在摇篮里 如今还要毁了她的婚礼 心间积累的压抑和委屈 在这一刻彻底倾泻出来 她抓着眼前人的衣服 无声地流下了眼泪 深夜的圣家老宅灯火通明 圣父圣母坐在一起 其余的两对新人 各做一张沙发 圣父看着一脸狼狈的胜安然 心里原本熄灭的怒火再次燃起 你知道你今天的冲动 会让明天集团的股票跌多少吗 我不管你到底出自什么原因 现在立刻给我发公告 说你或将石青的婚礼照旧 此话一出 对面沙发上的两人神色各异 江石青紧紧抓着自己的衣服 努力压抑着内心的狂喜 而圣安然却猛地站起来 我不同意 我和江石青根本就不可能 不同意什么 圣母看着江石青又变红的眼眶 心里越发不悦 果然不是豪门少爷 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哭 圣母一开始就不同意自己的女儿 要嫁给江石青 可耐不住女儿喜欢 她也只能捏着鼻子韧了 如今女儿又说不嫁 圣母的头又痛了起来 婚姻不是儿戏 我在之前就劝不你好几次 让你想清楚再结 如今整个京城都知道你结婚 你要是不结 我们就成了京城的笑话 圣安然重新坐到一边 揉了揉眉头 终于把压抑在心里许久的秘密说了出来 妈 我和她只是交易 不是真的 我们连证都没有领 一句话 让众人脸色大变 圣母直接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你们没有领证 难不成那证是假的 他们这个圈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结婚之前必须领证 这样才能有一个保障 如今听女儿亲口说出来 圣母头的更厉害 眼看着就要倒下 一旁的圣妇连忙扶着她坐下 给她倒了杯温水 圣安然看着眼前的众人 他们脸色各异 就连一直冷静的圣思航也变了变脸色 圣思航一开始也以为 圣安然和江石青是在演戏 可后来圣安然对江石青的种种态度 却告诉她 他们是真的 没有人演戏到会这么投入的地步 上亿的粉钻说送就送 更是花了自己大半身家来娶江石青进门 说圣安然不爱江石青 说她或江石青是在演戏 没有人会相信 看着众人怀疑的眼光 一股无助在圣安然身上蔓延开来 尤其是圣思航的眼神 更是让她心脏莫名一痛 她不信自己吗 明明以前她最信自己了 察觉到她的视线 圣思航突然抬头朝她一笑 可那笑里满是讽刺 演戏演多了 把自己都骗进去了 圣安然张了张嘴 圣母就连忙走过来摸了摸她的额头 是不是最近太累 产生压力了 圣父也跟着道 那集团那边你先别去了 等你冷静下来再说 说完就和圣母一起要上楼去休息 可圣母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突然看向江石青 圣家人多 没有准备给你的房间 你先回去吧 等再次要熄灭时 圣思航也站起身 准备和孟婉姨回去 可圣安然却突然叫住了她 此时她的眼神只剩下些许的无助 我 我真的是在和江石青演戏 可圣余的话她也说不出口 又能怎么说呢 说她察觉到她的心意后 就找来江石青演戏 想着把她逼走 说只要她走了 她和江石青也就会彻底结束 可她不信她 圣思航只是冷冷看着她 眼神冰冷的一如当初的她 演戏 谁会演戏演得那么投入 为了江石青一次次伤害我 纵容她诬陷我 把我赶出家淋浴 纵容她砸碎我母亲 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在海里丢下我 把我伤得遍体鳞伤 最后你告诉我这些都是演戏 你信吗 圣安然 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傻傻听你的话 相信你的小男孩了 我有自己的判断 说完她也不再看她 直接牵着孟婉一的手走了出去 圣孟两家因为是邻居 所以徒步走了十多分钟 就回了孟家 因为新家还在装修中 所以他们暂时住在了老宅 孟母看完他们领证后 就陪着孟夫一起出国 去处理那边公司的事情 偌大的宅子里 此刻只有他们两个人 两人坐在沙发上 依偎在一起 过了很久 看着天花板的圣思航突然开了口 我知道她在演戏 如果当初那个吻只是怀疑 那今天甚安然的话 就让她心中的怀疑变成了确定 她演戏能有什么原因 不就是把自己从她身边推开吗 毕竟在她心里 毫无血缘的俩兄妹也是乱伦 所以她才会找来江世青一起演戏 可是或许是演戏也多了 她不仅把她 把所有人都骗了过去 就连她自己也越演越真 越陷越深 骗自己是不喜欢她的 骗自己是喜欢江世青的 如果不是今天 她偶然发现她也在结婚 恐怕这场戏她还要继续演下去 如今她霸演 不是因为恐慌 而是因为害怕 或许连圣安然自己也不知道 她其实是喜欢自己的 不然一向冷击自食的 她也不会做出这么多 不符合她身份的事情 说出那么多奇怪的话 可她只觉得讽刺 圣安然明明有更多 把她推开的方式 却偏偏选择了最残忍的一种 还偏偏在把她彻底推开后 又幡然后悔 把爱情婚姻荡上了戏 还在她已经走出来了 圣安然爱不爱自己也无所谓了 可孟婉姻却不是这么想 同为女人 她知道今天圣安然突然的一样 明显就是后悔了 可圣安然却没有察觉到 反而让圣思航先一步发现 想起圣思航医院那晚跟她说的话 她心里一闪犹豫 婉姻 她也后悔了呢 毕竟她喜欢圣安然这么多年 更何况他们结婚结得这么仓促 下一秒 她的小手就被一只大手紧紧握住 男孩在她嘴角落下一吻 话里满是笃定 一开始 我的确是抱有目的才选择和你结婚 可现在我已经明确自己的心意 我不会为一个伤我那么多次的人回头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现在喜欢的人是你 说完孟婉姻就要坐回来 被她一把拽了回来 跌坐进她怀里 她一手掌住她的后脑勺 偏头吻了过来 她只是愣了一瞬 脸搂住了男人的脖子主动去倾塔 惹得窗外的紫茉莉羞涩的合拢了花瓣 第二天清晨 阳光透过随风起舞的窗帘跳入房间 刺眼的光芒让圣思航下意识地转身 埋入孟婉姻的怀里 羽人将她抱紧 安阻地拍了拍她的背 正要继续闭眼陪她入睡时 床头柜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孟婉姻边哄着身旁的男孩 边拿起手机 打开的一瞬间 无数条微博热搜 气气跳了出来 站满了她的界面 即使她的动静再轻 也让怀里的圣思航睁开了眼 看着眉头微皱的人 她关心开口 怎么了 孟婉姻刚要开口时 她的电话也响了起来 一接通 圣母的叹气声就从那边传来 思航啊 要是有空就回来一下吧 挂完电话后 圣母看着跪在地上的女儿 只觉得生气 昨晚让圣安然冷静一下 结果她直接在官网上宣布 她和江世青的婚事作废 气得江世青在来的路上 出了严重车祸 人到现在也没醒来 我是让你冷静 你这是做什么 跪在地上的圣安然垂着眼眸 遮掩住眼里的痛苦 昨晚的记忆再次浮上心头 将她再次拖进深渊里 那晚 她在沙发上哭坐了许久 才就着昏尘的头上楼 才看见圣思航送给自己的新婚礼物 她愣了许久 才弯腰抱起箱子走回房间 随意坐在地上拆开了箱子 在看清里面的东西后 她一下屏住了呼吸 里面除了这些年 她送给她的礼物外 还有她专门买给她的礼物 她偶然想起那个夏天 他们挨在一起看一场电影 故事的情节早已在她记忆里消散 只觉得末尾女主送了男主很多礼物 每一样都是和婚礼有关的 那时圣思航也羡慕地摇晃着她的胳膊 说自己以后结婚了 也要给新娘送很多关于新婚的礼物 看着这些礼物上标注的日期 全是她发现她心意的前一天买的 所以她原本是想拿着这些礼物 跟自己告白的 可她却先一步毁了她的美梦 如今给她 只不过是想给那段遗憾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恍惚间 她仿佛看到圣思航又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看着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朝她问好 又看着她趴在桌子前 认认真真临摹着她的模样 看着她红着眼站在自己面前 说自己只是喜欢上了 没有血缘关系的她 怎么会有错 最后这些全都汇聚成了 圣思航在婚礼上的模样 看着她冷眼道 我和别人结婚 不正是如你所愿吗 反正你也不喜欢我 这句话如同一句魔咒 在她脑海里循环播放 痛得不由地捂住自己的头 她真的不喜欢圣思航吗 她真的一点也不喜欢她吗 原本冷硬的心开始动摇 如果她真的不喜欢她 为什么会在她难过时心那么难受 为什么会在她收到别人的情书时那么愤怒 为什么又会在她和孟晚宜结婚时那么失控 一个个的自问 最后终于有了答案 她喜欢圣思航 就是因为喜欢 她才会有这些反应 才会在察觉她的心意时那么痛苦 就算她们没有血缘关系又怎么样 外面的流言蜚语终究会伤害到她 她又怎么舍得她受伤呢 所以只能一次次把她推远 找来江世青演戏 她知道江世青对她做的那些事 所以才会在事后偷偷弥补她 在江世青自导自演掉进蛋糕里时 她事后也是狠狠扇了江世青一巴掌 在江世青把圣思航的玉佩摔碎时 她直接让人踩断了江世青的手 在江世青推圣思航坠海时 她直接让人把她再次丢进了海里 泡了整整一夜 她无数次用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 她和江世青只是演戏 她心里还爱的是圣思航 但在圣思航的面前 她还是那副不喜欢她的模样 割裂的演戏久而久之 让她分不清现实和虚假 所以在江世青哀求自己给她一场婚礼 作为这场戏的结局时 她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如果不是偶然撞见圣思航的婚礼 恐怕她还要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戏中 妈 这是怎么了 一道熟悉的声音将她从思绪中拉回 圣安然抬头一看 就看见圣思航和孟婉毅一起走看进来 看着跪在地上的圣安然 圣思航一正 又若无其事地拉着孟婉毅坐在了一旁的沙发上 圣母拍了拍一遍的桌子 你说你姐 我真的是 我昨晚让你姐好好冷静一下 结果你姐冷静过头 不仅连夜官宣婚姻作废 气得江世青在来的路上出了严重车祸 人到现在也没醒来 虽然在来的路上 圣思航就从孟婉毅的口中知道了大概经过 可真等她赶来孟家时 才发现事情比她想象的要严重了许多 圣安然坐视之前总会三思而后行 像这么果断的她还是第一次见 至于原因 她抬眸看向圣安然 刚好撞上她看向自己的眼神 她立刻偏移目光看向圣母 妈 你身体不好 先上楼休息吧 我会和姐姐好好谈谈的 圣母也因这事气得胸口疼 一夜都没有睡好 跟圣思航又说了好几句话 这才上了楼 圣思航这才回眸看着眼前的圣安然 叹了一口气 先起来吧 旁边站着的管家 联邦将跪在地上的人 搀扶到了一边的沙发上 这才悄悄退下 圣安然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宣布婚事作废 但是婚姻不是儿戏 你之前大肆宣扬你和江世青的恩爱世纪 又花大半身家为他置办了一场实际婚礼 如今说作废就作废 你考虑过后果没 圣安然端着水杯的手一顿 眼睛里满是痛楚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做这些事情的后果 所以他花大价钱 让公关下场勉强稳住了股票 胜负也连夜赶去公司稳住股东 至于江世青那边 他也派人去了医院 现在他只想把自己的心意告知眼前的人 他想告诉圣思航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他喜欢圣思航 他能不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可是他忘了他已经领证结婚了 圣思航一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他想说些什么 毕竟他也和他相处了16年 所以他直接了当地开口 我今天只是替妈妈来劝劝你 其余的我也不想再多聊 他握住旁边孟婉依的手 扮演在长发下的雪白耳根悄然一红 毕竟今天我还要和婉依去度蜜月 总之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怎么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小 还有江世青那边 后面的话他本来是不想说的 毕竟江世青伤害了他那么多次 可他也清楚 如果不是盛安然的偏袒 江世青根本不会那么大胆 更何况那也是一条人命 你也去看看吧 该说的话也说清楚 别再惹爸妈生气了 说完他也不再看他 拉着孟婉依的手就走出了别墅 直到出了别墅 他才松了口气 揉了揉自己发酸的腰 我知道他想说些什么 只是事情已成定局 无论他怎么说 怎么做 我和他都回不到从前 毕竟这个局面是他亲自造成的 而且我也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大 毕竟爸妈在经历不了一次折腾了 他絮絮叨叨的说了好多话 而孟婉依只是静静的听着 直到进了客厅 将人抱在怀中轻声道 嗯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陪着你 要是累了 就靠在我怀里休息一会儿 圣思航也没再说些什么 只是静静的趴在他的肩膀家内 此后几天 圣安然像是听进了他的话一样 一直没有来找他 而且圣家也没再出什么负面新闻 圣思航和圣母通了几通电话后 这才放下心来 开始准备和孟婉依的蜜月之心 按照原来的计划 他们本该在婚礼的当夜 就坐上前往法国的飞机 结果因为圣安然的事情 他们的蜜月之旅一次次的推辞 直到今天才重新启程 结果在通往机场的路上 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 又硬声声让他们的车掉了头 江世青醒了 而且因为圣安然退婚的事情 跑上了天台闹自杀 等圣思航和孟婉依到天台上时 就看见一群搜救员站在天台旁 而他们的前面 圣安然和江世青正在僵持着 谁也不肯先松口 一旁的管家见圣思航他们来后 连忙把他们请到一旁 简单说着现在的情况 得知江世青闹自杀后 圣安然和圣母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本来圣母就不喜欢江世青 如今被他这么一闹 圣母直接就骂了江世青几句 可江世青根本不给圣母脸面 直接骂了回去 直接把圣母气得进了医院 而圣安然也因此对江世青更加的厌恶 但毕竟是一条人命 所以他强忍着怒气 好生好气的让江世青下来 说给他多少钱他都愿意 可江世青根本就不想要钱 他现在想要的是他丈夫这个位置 两人就这么一直僵持不下 谁也不肯后退一步 圣思航抬眸望去 就看见坐在天台边缘的江世青摇摇欲坠 眼里却带着视死如归的疯狂 整张脸都猙獰了起来 圣安然是你先同意的演戏 是你给了我这么久的幻想 是你向全世界宣告我是你的丈夫 是未来的圣家女婿 如今说婚姻作废就作废 你让外界怎么看我 我们演了这么久的戏 你真的就没有一点喜欢过我吗 我明明那么喜欢你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待我 你不就是想要我走吗 好啊 我答应你 我死了不就如你所愿吗 你不就能和圣思航在一起了吗 可他又像一个疯子一样 突然笑了起来 我告诉你 你做梦 他的视线绕过他 绕过圣思航 最后停在那群 正在直播的记者的身上 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被原封不动地直播出去 到时你和圣思航的事情 不仅会被圣家 孟家知道 整个京城 整个世界 他抬手指了指圣安然 又指了指后面的圣思航 声音猛然变大 你圣安然喜欢圣思航 而圣思航也喜欢圣安然 你们这对姐弟在乱伦 你们真恶心 没有血缘关系又如何 你们的户口在一个本子上 江世青已经什么都不顾了 也不愿在圣安然面前 继续端着温柔 如今他什么也没有了 什么都被圣安然毁了 他凭什么还要他继续好过 听完江世青一系列疯狂的话 圣安然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就连后面的圣思航也沉了脸 江世青这不是想要 圣安然丈夫的位置 这分明就是想要他们死 无数的记者已经把江世青 说的这些话全程直播了出去 网络上无数的人也点进视频 开始游览 这也意味着无数的人通过直播 知道了江世青说的这些话 知道了他或圣安然曾经的事情 他们猜不管是不是真的 他们只会把他当成一件趣事 一个笑话四处传遍 圣家的股份又要跌到谷底 见江世青还要继续说时 圣安然直接喝住了他 够了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一听这话 江世青突然淒厉一笑 闹 我能闹什么呢 我如今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你逼我的 圣安然我要死在你面前 让你永远都处在后悔中 说着他嘴角勾起一抹狠毒的笑意 身体就要往后倾 可搜救员却抢先一步 飞奔过去把江世青推了进去 他整个人狠狠摔到天台上 医护人员蜂拥而上 紧紧按住他 生怕江世青再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 圣安然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转身就看见圣思航 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他正要开口时 尖叫声从后面响起 快躲开 有刀 啊 杀人了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 只看见圣思航平静的眼神变得惊恐 他的后背传来一阵刺痛 无数人惊恐地朝他奔来 一部分人推开他背后的江世青 抢走他手里的刀 把人死死按压在地上 一部分赶紧扶住他 给他做紧急持续 圣安然 圣安然 不知道是谁在喊他 圣安然倒在地上 无力地张了张嘴 整个人都陷入了黑暗中 圣思航隔着厚厚的玻璃看向里面 病床上圣安然带着呼吸机 沉沉睡着 他身边 孟晚一安抚地搂着他的肩膀 索性抢救及时 他现在没什么大碍 只要等他醒过来就行 圣思航点点头 眉头依旧紧簇着 谁也没想到江世青会再次发疯 正托医护人员的控制 从怀里掏出刀朝圣安然刺去 如果再刺得深一点 圣安然直接当场没命 这时几个警察走了过来 圣先生 犯罪嫌疑人江世青想要见您一面 审讯室里 江世青正低着头坐在椅子上 双手双脚都被镣铐紧锁住 动弹不得 听见动向 他缓缓抬起头 却在看见来人是圣思航时 嘴角勾起一抹圣者的微笑 他昨天在天台上说了那么多话 甚至把圣思航和圣安染最深的秘密 都暴露了出来 圣家有多乱 外界有多疯狂 他全都能想象得到 圣思航 你真恶性 居然会喜欢上自己的姐姐 孟婉逸 你看看你嫁给的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居然跟自己的姐姐搞乱伦 可圣思航夫妻俩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没有被他影响到半分 江世青笑得更大声 眼里闪过一丝狠毒 圣思航 我等着看你身败名裂 被圣孟两家赶出大门 落得比我还凄惨的下场 听到这话 圣思航突然笑了一声 他看着眼前的江世青 眼里全是讽刺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顿时他就看见江世青的笑 僵硬在了脸上 你当时在天台上说的那些话 毕竟是空穴来风 没有实际证据 更何况圣家家大业大 压几个新闻而已 再说了 你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我和圣安然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说起来 他还是要感谢圣安然 在发现他心意的那天 勒令他把所有有关他的东西 全部处理干净 没有任何人能再次找到 他喜欢他的证据 而且 孟婉逸拉起圣思航的手微微一笑 我知道了 思航现在喜欢的人是我 更何况 我和圣安然 更何况 他或圣安然 没有血缘关系 两人一口同声 又相识一笑 而且我在结婚之前 就把我的户口 牵回了以前亲生父母的家里 现在圣家对我的描述时 就有得一孤 我和圣安然早就不是姐弟关系了 最后一个尾音落下 江世青的脸变得苍白 他原本的计划全部落空 他开始嘶吼 挣扎 那张原本就普通的脸 变得难看争鸣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圣思航 你为什么处处压我一头 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好 圣思航皱了皱眉 本该以他和江世青各自的身份 两人该是毫无交集的 可他偏偏心软 所以圣思航在看到江世青 被偏爱弟弟的父母 追来学校殴打药前时 才忍不住出手帮他 给他送各种必须用品 送各个节日的生日礼物 甚至带他回家吃饭 把他介绍给圣安然 圣思航本以为的善良 会得到江世青的感激和感恩 可他只得到了江世青的背叛 在圣安然发现圣思航的心意后 他曾无意听到 江世青洋洋得意的 在和父母打电话 炫耀自己是如何发现他的心意 又如何获圣安然告密 最后还胸有成竹的说 这个位置自己一定会稳坐 而这一切 原来只因为江世青对他的嫉妒 嫉妒他即使父母双亡 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爱他 宠他 可是圣思航垂下眼眸 没有人知道他父母离世那段时间 他过得有多痛苦 没有人知道他刚到圣家时 遭受了多少人的冷眼 江世青还在继续对他发泄着 自己的不甘和怨恨 那眼神狠毒的如同毒蛇 妄想把他死死纠缠 然后杀死他 可他已经没有再和江世青 聊下去的欲望 说再多也没有用 大门在圣思航的身后缓缓关上 两扇大门紧紧相挨 发出巨响的那一刻 他深深叹了口气 想起江世青刚刚说的那番话 他心情却越发的沉重 虽然他或甚安然的这些事 能骗过外界 但是绝对骗不过圣母 圣母那么明晦的一个人 肯定会相信江世青 说出的那些实话 至于怎么对待他 他的脚步下意识地停了下来 眼前的孟晚义 察觉他没有继续往前走后 下意识地回头来看他 怎么了 他赶紧摇了摇头 没事 去医院吧 病房里 圣思航独自坐在圣母的床边 给圣母端了一杯温水 这才继续削着自己手上的苹果 圣母看着儿子 埋头不敢看自己的样子 忽然轻笑了一声 怎么 有胆子喜欢甚安然 就没胆子看我了吗 长长的苹果皮突然被削端 圣思航小心翼翼地看向圣母 一眼撞见圣母带笑的眼睛里 眼睛里没有一丝怒气 妈 我 圣母笑道 其实一开始把你借回家时 我有想过把你当女婿养的 但想了想 还是决定尊重你和她的意见 若你们互相喜欢 我也不强行撮合 现在看来 是你们没这个缘分 听完圣母的这番话 圣思航悄然红了眼角 再来医院的路上 她就准备了很多话 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可圣母不仅不生气 还放不来安慰她 为什么 按照一般人的思绪 弟弟和姐姐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那就是不行 那就是乱乱 何况 她还是被圣家收养的 圣母接过她消好切成小块的苹果 你们又没血缘关系 而且你现在又迁回了原来的户口 你们连姐弟关系都不是了 其实 如果你和安然一早就心意相通 那你18岁那年 我们就会终止和你的收养关系 让你以顾家少爷的身份 来和她谈恋爱 说来 也是安然在这一方面太过慌张 处理你们关系的 有很多种方式 可她偏偏选择这一种 这下可好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圣母又和她闲聊了一会儿 这才摆摆手 说自己累了 圣思航连忙站起身 给圣母粘好被子 这才转身出了病房 一眼就和在门口守着的 孟晚义撞了个正招 怎么样 她关心的赢了上来 她一把扑进她怀里闷声道 都解决了 妈妈比我想象起来更加通融 也更加放得开 那你怎么不高兴呢 孟晚义拍拍她的头 将她从怀里拉出来 我只是感慨 我和圣安然真的没有这个缘分 直到今天 我们分开各自成家后 才发现全家都没有人 反对我们这段感情 可惜 我已经不会再为她回头了 毕竟我现在有更爱我的人了 圣思航笑弯了眼角 他勾了勾他的手指 在他嘴角处落下一吻 也得到他更深情地回复 长长一吻结束后 两人这才相拥着 迎着夕阳朝外走去 可没看见身后拐角处 圣安然虚弱地坐在轮椅上 被庸人推了出来 那眼里满是悲伤和后悔 经过一系列的事情后 两人重新踏上法国 开始自己的蜜月之星 从香榭丽社大道 再到埃菲尔铁塔 圣思航和孟晚义手牵着手 在每个美景前 拍下两人相爱的照片 直到落日时分 两人才回到孟家的庄园 坐落在阳台上 一边喝着香槟 一边看着远处的日落 饮完最后一口香槟 圣思航倒在孟晚义的怀里 讲着她的童年去世 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 圣思航的手机里 就跳出了两条 与圣家有关的新闻 第一个是圣安然 已经从昏迷中苏醒 并从一口转入普通病房 第二个是江世青 虽是故意杀人未遂 但已经按故意杀人来判刑 因情节严重 再加上圣家的手段 最后他背叛了七年有期徒刑 圣思航看了手机很久 最后把手机一关 又转头扑进孟晚义的怀里 沉沉睡去 在巴黎玩了半个月后 两人又踏上了 前往挪威的旅途 最后两人落地在 挪威北部的阿尔塔 这里是观赏极光的 最佳地点之一 挪威北部夜长骤短 随时都会有北极光划过天空 他们需要做的只是等待 森林的某处冰屋室住宿里 圣思航和孟晚义躺在大床上 透过透明屋顶 欣赏着夜空美景 只是躺了一会儿 极光就从天空中划过 即使很久之前 他就通过各种视频和照片 看过极光的美 可当亲眼看见时 他还是会被极光的美所震撼 那是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神秘与奇妙 漫漫长夜里 满天繁星与极光交相辉映 构成了一幅宛如仙境般的画卷 无数细小的光点在空中飘散 仿佛是银河系的萤火虫 在翩翩起舞 美得让他不由地屏住呼吸 直到许久后 才想起拿起相机来拍照 又是一夜美梦 以至于第二天一大早 圣思航就兴奋地拉起孟晚义 要去体验狗拉雪橇 二三十只雪橇犬 拉着他们在银湾世界里所奔驰 急速地绕过一个又一个急弯 惹得他兴奋地尖叫起来 紧紧抱着旁边孟晚义的腰 直到最后一个弯道后 雪橇犬才缓缓地停了下来 他在座椅上缓了好一会儿 这才准备下车 电话就突然从衣服兜里响起 圣思航一边被孟晚义抱下座椅 一边接起电话 他刚站稳 圣安然的声音就从那头传了过来 思航 我 圣思航也悄然屏住了呼吸 因为他也不知道和他说些什么 该说的早就在那晚全部都说清楚了 圣安然 如果没什么可说的话就不要说了 我挂了 等等 他慌乱的声音从那头响起 接着又带了好几声咳嗽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继续道 我从我妈那里知道了一些事 我 我们原来是可以在一起的 不再是姐弟 而是情侣 甚至是夫妻 所以呢 他边坐上雪地说的副驾驶 边接着道 圣安然 你现在遗憾又能有什么用吗 如果你真的非要等到大家的同意 才愿意朝我走一步 那这样的爱意我宁可不要 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原地等你 他最喜欢圣安然的时候 圣安然不喜欢他 原因是怕大家觉得他们实在乱伦 不想看到那些流言蜚语 可如今他才知道 大家对他们的感情不但不阻拦 还全力撮合 他又想回头找他 可惜他已经不喜欢他了 这段感情 要的不是你喜欢我后 我再喜欢你 而是要双方一起奔赴才行 可他先奔赴 甚至踏出了99步 他不仅一步不肯迈出 还要把他推开 你现在给我打电话 就是想说你才知道 没有人不看好我们这段感情 也没有人阻拦我们 所以你后悔了 想要继续跟我在一起 可为什么不是在得知 这一真相之前 就和我在一起呢 为什么非要是现在 圣安然 你当初究竟在害怕什么 那头突然沉默了好一会儿 两边的人都没有在说话 只有彼此的呼吸声 围绕在电话筒旁边 突然之间 圣思航只觉得很疲惫 这种感觉就像是 自己小时候 想狠要一张小猫咪 可不管自己怎么做 都得不到 就当自己放弃 去喂养其他小猫咪时 原本那只猫咪又跑来黏着他 可他的怀里早就有了其他猫咪 给怀里的猫咪注入了全部的爱意 再也没有经历另外养那只猫 直到挂断电话 圣安然都没有把答案告诉他 圣思航看着 七非的电话屏幕沉默了许久 孟晚义在他面前挥了挥手 他这才反应过来 他跟你说了什么 怎么原本笑眯眯的眼睛 变得这么无精打采 圣思航背着孟晚义 朝民宿走去 编淡淡道 说自己后悔了 想要重新挽回我 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趴在他耳边好奇道 要是他真的想要来挽回我 你会怎么做 羽人托着他的手收紧了一份 不可能 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圣思航从来不知道 自己这么乌鸦嘴 上次随口和孟晚义说的话 一语成衬 在他们前往结冰的海面上冰掉时 看见了一个熟人甚安然 或许是因为大病出狱的缘故 他的脸色比起之前更加苍白 身边的家庭医生 也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生怕他一下子就倒了下去 圣思航就坐在原地 一边拿着放进冰冻里的鱼竿 一边看着他缓缓朝自己走来 直到在他和孟晚义的面前坐下 思航 你上次问我为什么怕的原因 我想亲自来告诉你 他依旧是那个钓鱼的姿势 连眼都没有抬眼 我不是害怕 只是因为我怕你受不住流言蜚语 一个男孩 一个没有依障的男孩 喜欢上自己养父母家的姐姐 光是外界的骂声就会把他淹没 再加上那时这些年 他一直受着家里人的保护 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 要是看到网上那些肮脏的语言 他无法想象他会有多崩溃 圣思航深吸了一口气 就看见手里的鱼竿动了动 他连忙拉起鱼竿 在孟晚义的帮助下 一条肥瘦的三文鱼被拉了上来 在冰面上不停跳跃着 最后被孟晚义抓起来 放进克制的水箱里 他重新把鱼竿放进冰冻里 这才看着眼前的盛满染 一字一句道 可是我不害怕 在确定对你的心意后 我就已经预想过最坏的结果 只要你肯站在我这边 哪怕迈出一步 我都有面对流言蜚语的勇气 可你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我一句 就自作主张地把我推了出去 然后在我和别人结婚后 又已发现自己真心的理由来让我回头 圣安然 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好事 圣思航收了最后一杆鱼 就站起来收拾东西打算回去 圣安然下意识地想要过来拉他时 进出的冰块突然裂开 开出几块大洞 小心 孟晚义一眼把它推开 却和圣安然一起掉入了洞里 孟晚义 当地的搜救队员很快赶来 因为海面的凝结速度很快 他们只能先救一人 圣思航扑在冰面上 眼底满是慌张 在听到搜救队员的提议后 他毫不犹豫地提出先救孟晚义 只因他的伤势更重 从落进海里到救起只花了十分钟 可这十分钟对于两个女人来说 简直度日如年 两人被救起后 就被医生紧急处理送往了医院 一路上圣思航紧紧抱住孟晚义 给他取暖 他吃力地想伸出手 想要告诉他自己没事 可刚伸出的手就被他的泪水打湿 看着他无声哭泣的模样 他的心也跟着难受起来 努力地抬头轻了轻踏 冰冷的唇被滚烫的泪水所烫伤 他吃力地笑了笑 再哭就要成小花猫了 他鼻子一酸 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了起来 而这一切都被一旁的盛安然看在眼里 看着他们亲密的模样 一种说不出来的酸痛 从他心底翻滚 汹涌地冲到了他的咽喉处 他望着车窗外 唇角勾出了一丝很淡的轻笑 笑里带着一抹苦涩 因为冻伤 两人都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 而这一个星期里 盛思航都寸步不舍地守在孟婉依左右 直到出院的前一天 盛思航才抽空来看完另一间病房里的盛安然 看着他越发虚弱的模样 盛思航带着一丝歉意 我不是故意先不救你的 只是你也看到了 婉依的情况比你更严重 所以我才先救的他 事实就是如此 他心里再怎么难受也不能说些什么 盛安然看着他平静的模样 突然想起那次他和江世青落海后 他跟他的解释 他也是那么平静 也越发显得他当时的借口那么可笑 他垂下眼眸遮掩住眼里的痛楚 两人就这么沉默了许久 久到外面又是一片漆黑 盛思航这才站起 给他留下一句好好休息 就要往外面走去 思航 盛安然的一句话 让他放在门把手上的手停住了 可他并没有回头 只是静静地等着他的下文 如果 如果我们当初 我勇敢地向你迈出那一步 我们还会有可能吗 可生活不是小说 我们没有如果 盛思航说完后就静止走了出去 整个病房又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看着未官员的病房门看了许久 最后苦笑一声 也面捂住了自己游下的眼泪 因为这一意外 盛思航和孟婉一的蜜月之旅 只能暂时终止 启程回国 盛安然也跟着他们一架飞机 到了机场后 三人本应该一起先回盛家 给盛母报个平安的 结果盛安然被监狱的一个电话叫走 只能独自开车去了监狱 从自己出院到现在 盛安然就再也没有见过江世青 就连后续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让他助理去处理的 所以当他看到一强之隔的江世青时 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他见过很多样子的江世青 却从没见过这个样子的他 其间的枯黄头发下 是一张不满伤害的枯瘦脸庞 双眼也变得死气沉沉 看着眼前脸色苍白的男人 江世青只觉得痛快 盛安然 你也有今天啊 他缓缓开口 语气却犹如一条冰冷的毒蛇 慢慢缠绕在他心间 让他不由的猝起了眉头 手指不耐的在椅子把手上敲了敲 本来他是不愿意来的 可江世青被判刑后 还有些后续工作 需要他亲自来处理 本来处理完要走时 他突然想起了江世青 就想着来看看 毕竟也跟了自己这么久 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 他也没耐心听他继续发疯 起身就要走时 一道尖叫从后面传来 砰的一声巨响 江世青双手趴在玻璃上 眼底凝着浓郁的恨意 甚安然 明明是你给我的希望 却又亲手捏碎他 你怎么不去死啊 盛安然 啊 盛安然回身冷眼看着他 江世青 当时我找你 只是想让你陪我演戏 没让你伤害他 只要你不伤害他 事成之后 我会给你一张 数额满意的支票 可你非要作死 造成这个结局 全是你活该 可江世青早已被仇恨所掩埋 一直重复着说 他一定会遭报应 盛安然没再看他 一步一步朝大门走去 酸涩一点点一满后奸 报应嘛 他早就得了 失去盛思航 就是他最大的报应 盛家灯火通明 餐桌上 盛母一直不停地 在给盛思航和孟晚一夹菜 边夹菜 边劝他们多吃一点 说出去一趟回来 人都瘦了不少 正当几人坐在沙发上 闲聊喝茶时 外面传来一声 汽车熄火的声音 接着就看到管家 连忙跑去 边打开大门 边攻进的鞠躬 小姐 您回来了 需要现在就上晚餐吗 盛安然一边将外套 递给管家 一边道不用 他还要再说些什么时 就看见客厅里 盛思航和孟晚一起身 一副要离开的模样 他张了张嘴就要开口 盛母就先一步 挽留他们下来游宿 天这么晚了 就在家里睡吧 你的房间 我一直让人给你收拾着 盛思航还是婉拒 说是回来的仓促 家里还有一堆是没有处理 盛母还要说些什么 一回头就看见盛安然 朝他们走了过来 怎么晚才回来 你去哪了 盛母突然朝他问道 这才让盛安然 从梦神中醒了过来 没去哪 就在家里住一晚吧 他跟盛母答完话 就转头看着眼前的盛思航 盛思航抬眸看了他一眼 笑得不是很在意 以前他是纵容着江世青 一直挑衅自己 说这个家里 他是一个外人 所以才让盛安然 给他安排三十场相亲 把他给想办法住出去 如今他真的出去了 他又主动劝自己游侠 真是讽刺 不用了 毕竟我已经结婚了 我还要回家处理一些事情 也因为这番话 盛安然也想起了 当时给他安排三十场相亲的事情 那时他满心都催促着盼望着他早点结婚 这样他们之间才能彻底没有可能 如今他们物是人非 他真的如他所想的那样结婚成家 可他心里早也没了当初的盼望 又是一个好天气 孟晚宜打完电话后 朝圣思航招了招手 他一走过去就被他抱进怀里 怎么了 孟晚宜亲了亲他道 上次的婚礼 因为一些意外没有完成 再加上这次筹办婚礼时 我没有陪在你身边 所以我想重新再办一次婚礼 这一次我想陪在你身边 一起陪你完成所有的事情 他回握住他的手 心中一暖 好啊 婚礼就应该是圆满的 不让他充满遗憾 两人都是行动派 很快就开始重新筹办起婚礼 双方父母得之后 也是双手赞成 也开始动手帮助他们 重新举办一次婚礼 对圣思航来说 是件很期待的事情 上次的婚礼 一是因为匆忙 二是因为他对婚礼 没有过多期待 所以整场婚礼下来 他没有过多的期待 可这一次 他有爱的人全程陪伴左右 所以他对婚礼 充满期待的期待 也正是因为自己全场参与 所以他才知道 原来举办婚礼这么繁琐 大到挑选婚礼场地 小到一枚婚戒 他们都要反复挑选 在确定婚礼场地时 两人翻遍了婚礼策划师 发过来的一千张图片 最后才确定在法国的 孟家庄园里举办 因为孟家大部分亲戚 都在法国那边 看着他抚摸着图片的手 孟婚礼抚摸上他的手笑道 上次太匆忙 没带你好好逛逛庄园 这次我们提前过去好好看看 他笑着点点头 这时门铃突然敲响 很快 管家拿着一个盒子 朝他走过来递递了他 先生 这是盛家派人送来的 至于什么也没说 他道谢结果 却在看清里面的东西后 脸上的笑意僵硬在了脸上 是当初他送给江世青的那条项链 也是他曾经细致如命的项链 他磨缩了很久又把他放在一旁 接着朝盒子里看去 就看见当时被江世青弄坏的玉佩 如今也被专业的修复师修好如初 也看不出破碎的痕迹 不用问他都知道 送过来的人是甚安然 只是他不理解 自从他放弃喜欢他后 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归还他这个原主 玉佩被还回来 他理解 但他为什么要把项链还给自己 还有盒子最底下 还有当初他送给江世青的纳梅粉钻 一想到这些东西都被江世青碰过 他不由的皱了皱眉 把玉佩拿出来后就把盒子推到了一旁 而一边孟晚一眼间的看到 盒子最底部的边缘还有一张小字条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又递给旁边的他 这是什么 盛思航拿过字条一看 就看见盛安然在上面写了几句话 思航 这些江世青都没有碰过 送给你做一部分的新婚礼物 还有一部分后面 我会派人到时在婚礼现场送给你 新婚快乐 我就不来参加了 他看了这张字条看了很久 最终什么也没说 这次婚礼因为没有像上次那么仓促 两人是一边游玩一边筹办婚礼 整整筹备了一年多 这场婚礼才算是筹备齐全 婚礼前一个月 盛思航和孟晚一带着盛家父母飞往法国 一落地就受到孟家父母的热情接待 夫妻俩带着盛家父母游遍了整个巴黎 直到婚礼前一周 众人才返回庄园 随着婚礼的接近 盛思航终于紧张了起来 开始整夜整夜的失眠 上一次婚礼 她满心地想的都是逃离圣家 逃离圣安然 所以新婚前几天 她和平常一样睡得格外的好 可如今她满心想着自己要娶孟晚一 娶了自己最爱的人 她内心既紧张又激动 见她这副模样 孟晚一每晚睡觉前都会给她讲很多故事 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 等她终于沉沉睡去 她才把人抱在怀里跟着睡去 在婚礼前一晚 按照习俗新娘和新郎是不能相见的 两人只能靠提前写好的信 来缓解自己对对方的思念 看着信里孟晚一对自己沉沉的爱意 她整个人都幸福不已 这时圣母敲响了她的房门 她连忙收起信将圣母赢了进来 妈 有什么事吗 圣母笑笑 妈就是高兴 睡不着 想着来看看你 顺便把你姐给你的新婚礼物带给你 说完她把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是一整套的蓝宝石首饰 圣思航下意识想要拒绝 因为这太贵重了 圣母却直接塞到她手里 你姐姐给你的就收下 说完她直接起身叮嘱她好好休息后 就出了房间 圣思航看着那套首饰心里满是复杂 最后把她放进了床头柜的抽屉 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 一袭宫廷西装的圣思航 挽着圣父的手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呼吸 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很快悠扬的钢琴声响起 她挽着圣父的手传过一道的花拱门 一步步朝尽头的孟晚一走去 接下来的一切就像是做梦一样 她的手被圣父庄重地交到了孟晚一的手里 在神父的庄重宣誓下 两人交换戒指 在众人的掌声中亲密拥吻 宴会厅的正中央 换了一身礼服的圣思航 在一手手浪漫动听的歌曲下 与孟晚一翩翩起舞 引得宾客也被这氛围所感染 纷纷邀请自己的爱人 亲人也一起翩翩起舞 最后一区落下时 庄园外一堵接着一堵的烟花绽放开口 宾客们簇拥着新娘和新郎一起 来到宴会厅外的阳台 欣赏着这番美景 情到深处 圣思航和孟晚一深情对视 最后又再次拥吻 因为是全球直播 所以远在圣家的圣安然 也看到了圣思航结婚的整个过程 他看过他穿过两次婚服 每一次都是穿着他 走向另一个女人的怀里 而他永远只能在一旁看着 他苦笑出声 却又猛地咳嗽了起来 吓得一旁的家庭医生 赶紧来给他拍背 又是端水又是低药 终于圣安然这才晃了过来 看着他苍白的脸 家庭医生忍不住劝道 小姐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 不适合再受刺激 您要保持心态平和 在家庭医生的一番劝说下 圣安然终于冷静了下来 让医生先离开 他现在要休息了 等医生走后 他才回头看向电脑 电脑里的画面 停止在圣思航和孟晚一结婚的那一幕 明明是幸福的一幕 可在他眼里依旧是那么刺眼 如果他在现场 可能会控制不止自己 像上次一样 做出抢婚的疯狂举动 所以他才压抑着自己 把自己游在国内 而且他现在的身体 也不允许他在长途跋涉 圣安然瞥了眼一旁的垃圾桶 里面只有几团沾了血迹的尺 正是他刚刚咳嗽 用力过猛咳出来的血迹 而且就算他想去 他的腿也不允许 他看着自己 痛得要时不时扎针的双腿 心里苦笑 自从上次掉入冰冻后 他的腿就开始出现后遗症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腿的后遗症也越来越严重 如今到了要实施扎针的地步 但是扎针除了缓解疼痛外 再无其他作用 根据医生的话 他的腿顶多一年 就再也站不起来 只能终生与轮椅为伴 他捂住自己的脸 笑着笑着就哭出了声 所以他不愿意去参加圣思航的婚礼 他不想他最狼狈的一幕被他看到 他们如今这样就是最好的结局 而法国孟家庄园 送走最后一位宾客后 洗漱完的孟婉逸 倒在圣思航的怀里 兴致勃勃地说着今天婚礼的去世 说着说着 圣思航孤住他柔软的身躯 博有罪意的他 渐渐有些体力不支 只好轻轻地一待 牢牢地将他压倒床上 怕自己身体压坏他 便微侧着身躯 用手臂压着他闭上眼睛头 继续吻他 不让他有任何逃跑的机会 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似乎要将他揉进自己温暖的胸膛里 他一愣 接着伸出双臂拦住他的脖子 用自己的爱意回忆着 一吻结束 孟婉依像是变魔法一般 手掌心里 攥着一枚红宝石的戒指 这是我喜欢上你的那天起 就亲自设计制作的戒指 就是想到有一天 能亲自戴在你手上 今天 我终于做到了 他一边亲吻着男人 一边将戒指戴在他手上 思航 我很高兴 我能嫁给你 谢谢你 愿意娶我 圣思航看着手中的戒指 温柔地笑了起来 回吻着他 婉依 我也很幸运 能遇到这么爱我的你 以后的每一天都有你 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事情 全文完